大家也知道她的事件很聳動 對 我也需要觀察她這個人久一點 這兩年的觀察 結果是好的嗎 就是還不錯 才會繼續互動 所以她 也沒辦法掌握她的體驗 是喜歡她的吧 嗯 就是好感 尤達以上的好感 是低調型的 哎呦 而且我是 我是從小就低調耶 我 你們會知道的都是我被迫 被推上高處 我都不是自己的 你怎麼知道我們要知道什麼 因為剛剛外面一直 有 這個椅子是我們的 還是你偷來的 好 是你偷來的 原來就是會這樣 反而太高調 我們都沒有高調啊 沒有高調 我們是她被高調 對我是被 被迫 被高高調 不是不是不是 是被告白 妳講一下 韓國高調 妳知道是誰 最近她的名字真的是出現在各大新聞 對啊 就是兩個名字連在一起 她被告白 就是從出現 被我 對 妳是或就是 我們下幾個是齊炫啦 不要 剛剛就是 不要顧嘴 我謝謝 我自己說 不要顧嘴 不要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 她好像就是我們家的人在出事 沒有 這個影片我有看到 我也出了蠻多次的 就是他被告白的那個影片 蛤 我但是不來這集了 這是我的意思 莫名其妙有一天 跟妻子說他愛你是不是 他是跟大家說 但他直播說嗎 那不是因為有拍 事先有拍到我們一起出去 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我們認識非常久 認識五年了 但是你一直不知道他愛你 他很大方說 他第五年來一直說我愛你 沒有 就是我們認識很久 直到近一兩年才比較密切的互動 然後他近一兩年就有跟你本人的告白嗎 他都已經跟全世界說了 所以他一定先跟你本人告白不成功 還來跟全世界講 也不是因為不成功才跟全世界說 應該是他很明確的表達他的意思 然後我也很... 我們就是好朋友然後我一直在觀察 因為大家也知道他的事件很爽動 我也需要觀察他這個人久一點 畢竟他不是像大家這麼顯而易見的人格 稍微特殊一點 所以我需要拉長時間觀察 可是通常需要觀察都是有好感才會 對 所以他其實是有好感 對啊 你們是太好的嘛 所以五年來 你大概從第幾年開始 是把他立為觀察的對象 大概從我們有密切的聯絡開始 是 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開始觀察他 對 開始會出去 然後會聊天 會交流一些心理方面的問題 這兩年的觀察 結果是好的嗎 就是還不錯才會繼續互動 就是我認識他這個人 覺得他人是不錯的 才會繼續互動 所以你本來是想要答應試試看 但是... 又突然還沒答應前 就出現這件事情 所以你又縮回去了 目前就在... 所以他會在大家面前說 我就是喜歡你 對... 然後原來之前來了 我順便就開始了 對... 可是就跟你喜歡的相抵住了 你喜歡低調 對 所以這就是目前一個坎 這就是我覺得高調的壞處 因為一旦高調了 你的所有一舉一動 都會受到注視 不管我今天聊任何話題 全部人都要扯到... 一些家具啊 就是不管我去上... 我現在真的是 我近期只要上任何的節目 明明就是我好好的事情 但我聊任何事情 全部人都要扯到一些 有的沒的桌子椅子 用攝影棚什麼的 對 對 所有事情都會被扯到他 但其實我可能不是在說他 但是你一旦跟這個人 就像剛剛說的 綁定了 你所有 不管你去提你的過往 還是你的未來 對 你就算今天發了一個心情不好 所有人要猜測 是不是你們發了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馬上就要去看 另外一個人的IG 對 其實你一舉一動 以目前的那個 你自己看 大家是覺得你們已經在一起了嗎 嗯 從來沒有 沒有啦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但是就是被綁定了 說實話現在就是這樣 真的 就是大家會把你跟這個名字 扯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再跟別的男生 單獨出去吃飯 被排到他們可能就會 對 然後因為我出道也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被講出來的也其實不只這個對象 所以我就知道 一旦被講出來 你就要承受一大堆麻煩 比如說 日後我有了新的對象 我的新聞名字就要再扯到這個人 所以我未來有任何 對 那我自己可能覺得沒什麼 可是對方可能覺得很被打擾啊 就是為什麼他要被貼上 小綺炫的前男友 或者是他有什麼新聞又會扯到我 兩個人有沒有被扯在一起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答應要跟他交往 是因為在考慮這件事喔 對 因為他的身分關係 目前已經不小心被迫高調成這副德行 他的職業也是偏高調的啊 對啊 而且他本人的個性也是高調型的啊 對 我認識的他不是高調型 但是他的工作必須確實是這樣 就是他屬於那種 有什麼講什麼的人 不太會去閃躲 包含他做過任何事情 這個是他的優點 對我來說就是有一點 我可能沒有那麼喜歡所有的事情 放大檢視 因為很麻煩 所以目前他的優點多過他的缺點 還是缺點多過他的優點 我如果以私下認識他來說 是優點大缺點的 不然就不會有繼續聯繫啊 所以你現在就一直 因為你不怕媒體關注 然後就一直這樣 不只是媒體啊 社會大眾啊 全部人 打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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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老的動力節目 誰會現場做號 太老了吧 誰會錄節目在手機了 好好 他都被沒收了 因為他的工作就是一個 就是有在直播 所以他也沒辦法 打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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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直播 飛賽 你們下次再自己問他啦 我們 不是我們節目嗎 就是 他直播上所有人問他 他也不太閃躲任何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 那我再問一題 你所有這些你擔心的事情 你其實心裡是喜歡他的吧 恩 就是好感 有他以上的好感 恩 喜歡呢 就是啊 就是 對 但是 我的意思是 你來做一下其他男生嗎 蛤 以前沒有在裝其他的人 只有 只有 只有不好意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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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綁在桌子上 然後他們會撒一些 撒一些 米耶 米 對什麼 然後會拿一個鈴一直 一直念一些咒語 看了一部電影叫《走》的 讓你們看過 所以那種是真實存在的啊 那個是真實存在的 那都過七個以上的 技術家庭 田舞陽 你喔 好像不是我喔 七個以上的技術家庭 七個以上的七租家庭 七租家庭 七租家庭 他是從 七租家庭 從南部到北部嗎 他從南部隧道北部 那是要背包客 那是什麼技術家庭 好 這以上 好啦 是我 啊 啊 對啦 但書的書 對 就是我看起來 好像大部分人 對我的印象感覺 我像一個小公主 感覺就是嬌生慣養 長大的 可能還有公主病那種 就是 我的外型給人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因為太可愛了嗎 不知道 但就是好像我的形象 有一點嬌氣 對 有一點嬌氣這樣 但其實我是 就是 跟爸媽都是沒有生活在一起 我是一直以來都在技術家庭 就是技術在別人家長大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爸媽沒有要的小孩 妳說被保證嗎 對啊 你們家還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姐姐 那姐姐有跟爸媽在一起嗎 姐姐就跟我媽媽一起生活 然後我就是 放在外面流放這樣 為什麼要放在哪裡 就是給別人養 給各式各樣的保母 就不用嗎 為什麼爸媽要姐姐不要妳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爸媽是婚姻是有一起的嗎 還是 沒有 他們分開了 我出生後分開了 所以就有點 怎麼講 就是我媽媽生我之後 遭逢了很多不幸 就是她的失業倒閉 然後跟老公也決裂 跟自己的媽媽也決裂 然後就覺得都是我造成的 所以就有點 養不了我這個小孩 所以我就開始 流放在各個家庭裡面 從幾歲開始 從小 可是 因為不一定都一直有人養 所以我只要沒有人養的時候 還是會送回去 我媽那邊的親戚家 但是一有人養 但是不要妳養妳就對了 要爸爸也不要妳 爸爸對 就是也沒有看過爸爸 沒看過爸爸 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他 現在還是不是活著 就是完全的陌生人 那媽媽現在有跟妳聯絡嗎 沒有沒有 就都沒有 好悲心 天啊 好想怎麼回答 可是妳小時候 妳知道媽媽的角色是哪一位嗎 我很大才知道 大概小學三年級左右 大概才知道我的媽媽 就是這個是我媽媽這樣 所以七個住宿家 寄宿家庭 他們對待妳是好的嗎 有一些比較好的 但很短暫 然後大部分時間比較長的都不太好 最糟的是怎麼對待妳 我最糟有遇過一個 家庭他們是 不知道是什麼宗教 但是就是會對我施一些 對妳 然後後來 妳說拿 就是拿東西打妳 或者是有什麼奇怪的 對 就是會有一些 所以有小人拿那個棒子打妳 還是什麼 我沒有記得非常的清楚 但大概就是 會記得會被綁在桌子上 然後他們會撒一些 鹽 米鹽 米 對 什麼 然後會拿一個鈴 一直念一些咒語這樣 我後來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是直到長大 看了一部電影叫《咒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然後就發現 虛魔 它就很像 那個儀式跟他們的氣息 跟他們整個村莊的樣子都很像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所以那種是真實存在的啊 那個是真實存在的 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 可是他 對喔 不是 因為技術家庭應該是要很健康的 條件 才可以養小孩啊 對 因為我的技術家庭 都不是透過政府機關找的 都是我媽媽那邊的親戚去問說 有哪裡的人家可以養小孩 就送過去 所以都不是 不是透過正常的管道 才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 然後那個其中一個 他們就是這種 宗教信仰 他在外面是很受人敬重的那種 不知道他們都叫他什麼 反正就是會對他鞠躬 然後有些手勢 然後對他鞠躬這樣 就是很受敬重 可是他 尊責的感覺 對對對 但他門關上就是很恐怖的人 那個應該算是我待過最恐怖的人 很恐怖 除了會施法之外 會罵你或之類的嗎 打你會嗎 這些都很基本 很基本的 對 就是家暴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基本 我幾乎就是一路被打到打的 然後 好可怕喔 你說什麼 真的是虐打嗎 對 就是你們想像得到的新聞的那種虐打 所以我那時候被發現的時候 我是全身都是 傷痕累累 然後也不能吃飯 因為好像他們 我後來去理解 我是長大後才去理解 就是這種 活體獻祭的話 是什麼幾天內都不能吃東西 所以我 獻祭 這就活體獻祭啊 就是他們好像會 要供奉他們的神 還是什麼的 他們會 對一個小孩施行 重要乾淨的身體 他是不能受過污染 然後他也不能吃東西 然後就是 會對這個孩子進行一些 那妳要脫衣服嗎 脫衣服嗎 脫衣服嗎 好像我們想的那樣喔 對 就是你們電影看到的那樣 那時候妳幾歲 大概五六歲 對 所以我現在講的時候有點發抖 我懂 就是很可怕 天啊 這是什麼邪教 真的是什麼 沒有 後來他們就不見了 所以我也無從去得知 然後後來是長大 看了咒的這個電影 然後就發現那個情境 跟我遇到的很像 對 我就去上網搜尋 那個是不是養我的那家人 結果好像時間差 還是有差了大概五年以上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 是不是同一家人 但他們的行為模式 真的非常像 好可怕 然後世界上真的 就是有這樣子的事情 很多人都以為就是不可能 但是真的有 只是他們都可能 躲在很深山 不太會接觸大部分的人 跟電影一樣啊 就是電影裡面 是真實發生的事情